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th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OK 大家好 相信大家剛剛聽完前兩場 之後應該有些心得 不管有沒有會Java 都應該有些收穫 那我這邊先介紹一下今天的講題 今天講題主要是 Java的回顧與展望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所以我會用比較快的速度 帶過一些東西 假設大家對任何的細節有問題的話 歡迎會後來跟我們討論 因為我們這邊準備從Java 1.0出發 一直到Java 11 所以大家要做好雲霄飛車 安全大家綁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Joseph Kuo 網路常用的ID是CyberJose 然後我目前是擔任Technical Lead 他也是一個Principal Engineer職位 也是在艾拉露聯網 所以這個字好像 欸等等 他有時候就會 那個字糊掉就算了 那個總而言之 這個不是很重要 就是我喜歡寫程式 喜歡玩技術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agenda 我們一開始會有一個overview 然後我們會回顧一下過去Java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出了哪些feature 然後我們重點會擺在90、11 因為9呢是去年的9月初的 然後10是今年3月 11是今年9月 所以等於是說去年的JZ康復到現在的時候就三個版本了 那這三個版本大家可能會覺得變動很快 都還沒有跟上 那這邊做個統計 自己或是公司開始用11的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都沒有用 喔有 哇 Coach你不要在後面要舉手啊 OK 謝謝你支持我 因為只有你舉手 那有沒有用10的 喔有 有用 8的 喔8的就比較多了 OK OK 好 我應該就不用繼續問下去 應該沒有人還在用Java 1.0吧 OK OK 這樣我就放心了 喔 好 我們overview看一下 很快速看一下 它就是overview而已 這是一個 那個quote啊 a simple objective oriented distributed interpreted robust secure architecture neutral portable high performance multi-threated and dynamic language 大家應該知道這在講什麼語言吧 有沒有有疑問的 我們現在在Java場子 誰就是Java 這Java 但是你覺得好像有些字好像跟現在Java不太一樣 沒關係 因為這是199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的 所以總而言之呢 就是你覺得一開始第一個字好像就已經怪怪的 而simple 嗯 你覺得Java沒有很simple 因為這樣回溯到當時 因為其實當時Java跟C跟C++來比起來的話 它算是比較simple一點 但是後面出了什麼 scala啊 什麼一堆很多很快的語言 更方便的語言 groovy啊 所以simple這個就是在現在來講 當然是已經有點過時了 那總而言之 它其實一開始上在做這個語言的時候 它就是想要朝這個目標前進 所以1991年的時候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不知道Auk的 那我要從頭開始講耶 等等我們今天 我有多少時間 右上角那個人有沒有人知道是誰 有沒有人不知道的好了 有沒有人不知道的舉手 哇 現在年輕一輩的是 OK 上面那個叫Duke啊 總而言之很快講過一遍 就是Auk Java的前身是Auk 它是1991年的時候呢 被產生出來 它主要是用在小型裝置 微型裝置 或是家電的晶片裡面 然後呢 他們在1992年的時候 這邊沒有寫 1992年的時候呢 就是那個Java的創始者 其中之一 James 就是綠色OS 它把它放在PDA上面 就是個人行動 個人助理 PDA那個PDA叫做 Star7 星星7號 它去做了一個 那裡面這個作業系統 有一個 有一個就像 好像那個以前Windows 那個回溫證 一直在那邊跳著 很煩那個傢伙 它幫助你的那個 在星星7號上面 就是這個傢伙 就是叫Duke 所以它後面就變成John RG 想要誤 總而言之呢 廢話講完之後呢 1994年的時候 它就開始可以download 然後後面的1995年呢 它就有正式的 呃 它就有 1996年的時候就有release出來 那因為Oak有一些商標的問題 就是有一家公司也叫Oak 所以他們就不得不 呃 被迫改名字 那他們被迫改名字的故事 如果等一下有時間的話再來講 後來呢 在1990年的時候呢 第一屆的Java One Conference 產生 然後他們有6000人參加 1997年第二屆的時候呢 已經有40萬的Java開發者 然後呢 第二屆的Java One大會展開 然後有1萬的這個參與者 然後1998年第三屆的時候 已經到1萬5了 我就想說1萬5到底要去哪邊找場地 你才可以 可能大概只有小巨蛋還是之類的 這接下來呢 Java 10年 2005年的時候 它已經有450萬的使用者 超過25億的 device上面有Java在run 就是有Java在run 2016年Java Open Source 然後接下來OpenJDK出來 所以Java 7是第一個就是 裡面是OpenJDK貢獻的這個 那個Release 2015年Java20年的時候呢 已經到1200萬的Developer 然後呢有超過150億的Device 上面有Java 這150億的包含就是各式各樣 比如說你的手機啊 比如說平板 都包含在內 那我這邊看到 這個是一個那個網站喔 它主要是在統計 目前哪些語言最流行 那麼它是每月每月統計 它統計的方式呢 就是它會去搜尋 比如說搜尋Google 然後Microsoft的Beam Yahoo 然後Wikipedia 然後各式的網站 然後它也會去看說 線上目前有多少 這個語言有多少的第三方開發者 開發公司 然後有多少的那個 開發人員 然後有多少的課程 它把它做個綜合統計 之後統計出來 目前最好的是Java 第二名是C 第二名是C++ 然後排得還蠻前面的喔 然後他們有個趨勢圖 是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會知道那個 Java雖然後面跟C 一直在那邊起起伏伏喔 但是反正Java掉下來的時候 C也起掉嘛 掉得更慘 所以我們Java還是第一名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就是目前Java還紅 OK 還算紅喔 那這邊是過往幾年的統計 大家可以看到2013年之後 Java就是在第一名 然後2013年的時候 就是跟C有些 就是在那邊纏鬥 然後後面還是第一名 那接下來就是 按照這個態勢來看 應該還可以再佔10年啦 所以 所以大家學Java 應該是沒有什麼壞事喔 再來一個TrendingSkill 它是說 這個網站它是去統計 職缺裡面 哪些有需要用到Java的 所以目前看出來 有用到哪些語言的 所以Java是藍色那一條 然後第二條橘色是JavaScript 第三個是 C-Sharp 然後Python 所以這是從今年年初到 10月15號的統計喔 大家也可以去這網站自己去拉 基本上就是過往幾年 Java的那個職缺 職缺的數量都蠻多的 然後這是圓餅圖 我跟剛剛一樣 只是表示的方式不一樣 然後New Relic它2017年 它其實每年都會出一個報告 那2017年是去年的10月初的吧 然後今年的還沒有出 那它去年出的報告 它是統計 比如說它有個 它是統計兩個網站 一個是Indeed的 它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全球的104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見面像Google這樣子 就是你打關鍵字 它就是列一堆工作 然後你自己去挑 他們就是去跟這些公司 去問資料說 哪些語言的職缺是最多的 所以Java還是第一名 IE在那邊統計也是第一名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大家說 目前大家還不用擔心沒有飯吃 因為你還是找到工作 可能 因為職缺還是很多 那如果你假設你真的很怕的話 有沒有就 多學個JavaScript 還是Python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是GitHub的那個Pool Request 就是說 有人可能Fog出來 然後他要 然後Merge回主線的時候 他就會發這個Pool Request 希望把它更動 能夠Merge到主線裡面 Release出去 那第一名是JavaScript 那這個我覺得 而且它遠遠的 它其實它的那個Pool Request的數量 這是去年2017年統計 數量遠遠超過 第二名的Python 跟第三名的Java 那我覺得會產生這個狀況是因為 是 他們很亂嗎還是 你知道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前端工程師很辛苦 因為他們要學很多不同的JS的框架 如果是我的話 好 這邊 OK 總而言之呢 就是Java還是很前面 所以大家 就是在 就是在 比如說開發社群還是很活躍 它還是有在動 那這是那個Stack Overflow 就是工程師最愛的一個網站 我覺得它是比Google還要 就是工程師更會去的 因為你反正什麼事情 就是有事問Stack Overflow 就是 然後 它這邊是統計 就是 它這個是票選 請他們線上 網站上面的所有的會員 選說 你喜歡哪個語言 所以 它的百分比 並不是 它的百分比是 多少人去投了這個語言 而不是全部的人來統計 所以第一個 Java SQL 很多人喜歡 是第一名 然後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 然後 前年的統計是沒有HTML跟CSS 去年才有 前年沒有 去年有 所以 就是很多前段工程師 會在上面 所以HTML跟CSS 在很前面 那Java的話就掉到第五名了 因為 因為前年的時候它是第三名 在SQL的後面 這個代表就是 其實如果假設你有問題 去SQL Webflow的話 還是會有人回答 因為很多人還是學Java 所以你不用擔心 找不到人問 我覺得我的時間好像很不夠 我們接下來 回顧一下Java的 帶給我們的 歡樂 痛苦 眼淚跟哀愁 都是 負面的字比較多 Java 1.0 1996年1月23號 沒有指標 沒有運算子重載 沒有多重繼承 然後 就是很像CCC加價 然後Object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用多說了 然後有垃圾蒐集器 而且我們垃圾蒐集器很厲害 它是不分那個 就是它只分你有沒有被reference到 對不對 它不管你的顏色 1.1 就是一年之後出來 欸 現在才有人聽懂 我鋪給你鋪太久了嗎 抱歉 我下次鋪快一點 在1.1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太多人用 我是從1.1開始寫的 所以那時候超痛苦的 超痛苦的 因為你所有集合只有兩個 就是Victor跟Hashtable 你連set都沒有得用 然後反正就是很慢 很爛 然後JDBC這時候出來 然後你有RMI遠端呼叫 然後這時候有I18N 就是大家寫那個property 而且那個property 你的那個繁體中文 還要變成很奇怪的導結線U 痛苦了我們20年 因為Java已經20年了 我們等一下會再講到這個事情 然後支援UNICO 然後再來 再來 1.2出來 1.2的時候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前一個 他是JDK 1.1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 他就變囉 J2 SE 1.2 我就OK 好 J2 SE 1.2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加了很多新的東西 他們覺得這是第二版 但是他們 骨子裡又不願意承認 這是第二版 所以他就把一個2放前面 然後後面還是1.2 我就覺得直接叫2.0就好啦 就是 我搞不懂他們的邏輯 就是明明大家都是工程師 然後總而言之 他們的Cornet叫Playground 就是遊樂園好嗎 然後他們有collection 終於有set list的map可以用了 但是都是thread unsafe的 那前面的Vector跟Htable 是thread safe的 它是synchronized的 很慢 不要用 thread unsafe的 然後再來加了keyword 就是checked fp 其實很少用 但是你可能金融數學的話 會用到 就要plug in 是在瀏覽器上面用 然後接下來還有什麼 喔 swing swing終於進來了 因為在前面的話是awp awt 而不是checked window toolkit 超難用 而且很爛 而且你換一個作業系統之後 它的整個排版就不一樣了 你覺得你是Windows的那個office 你是word嗎 我換了一台機器之後 那個版面就不一樣了 搞什麼 但是swing的話 它是夾一個抽象層 所以呢 swing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效能也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 開始有這個jit了 如果早上有聽第一堂課 沒有在睡覺聊天打呼的話 應該知道jit是什麼吧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講到它 然後j2S1 1.3 2000年 它差不多在前面的時候 都是一年到一年半的時候 會出一個版本 後面就越來越慢了 你不知道這樣慢什麼 HotSpot JVM 出來了 它其實早就出來了 但是1.3的時候是正式放在裡面 然後它的code name叫做 Castro 這個是一個鳥的名字 一個一種鳥 然後呢有JMDI 然後... 喔 那個 Java Platform Debug Architecture 這個是JPDA 這個主要大家平常不會用到 不會寫到 但是它其實是給那個 IDE用的 所以比如說IntellarJ裡面有 Xlips裡面有 Xlips裡面有 Nabee裡面有這個東西 大家在跑底 Bug模式的時候就用到它 Java Sound Java Sound 應該沒有人寫過吧 然後呢有Proxy 我們終於有Proxy可以用 1.4的時候呢 Java Merlin 不是那個魔法師 梅林 它也是一種鳥的名字 叫灰背 準 前面那個是紅準 就是鳥 然後呢 這是第一個 Java Platform 就是Java的Release 它是在JCP的底下 就是 Java Community Process 這個模式底下 發出來的 然後它加了 那個 新的關鍵字 然後呢 終於有Regular Exploration了 雖然還是效能有點差 要不然在那之前 我們都被PERS笑有沒有 你看2002年了 你連 我要 好 總而言之呢 後面還有這個Exception Training 就是Exception 裡面可以裝Exception 1.4 好 然後IPv6 然後你有NIO Java NIO 它是 它叫做New IO 它裡面主要做的是 Non-Blocking IO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研究 它裡面主要就是 有Channel 然後你可以設Selector 聽你喜歡的事件 比如說Connector Acceptor Reader 然後每次讀取或寫入 都是用Buffer 所以它會比一般的IO還要快 但是它建立的時候 會比較花時間 然後Login API 那時候就已經有很多 很好用的Login了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弄完處 然後還有Image 然後 那個Preferences 哇 這個第三個 大家應該都沒有在用 問大家應該也不知道是什麼 它就是你Windows 不是有單獨註冊表嗎 它是在寫那個 所以它裡面有兩個Tree 一個是System的Tree 一個是User的Tree 所以你寫入到System 就是所有的那個電腦上面的User都可以用 那你寫到User的Tree 就只有你這個帳號可以用 然後它是可以跨平台的 好吧 然後安全性增加了 然後大家會發現 1.4 這邊S1.4 2002年 然後兩年半之後 欸 它就跳到5.0喔 然後 我不知道2在前面是要幹嘛的 就是Java 2 S1 5.0 很奇怪 然後它的Tiger 那個Conan叫Tiger 這時候就多了很多東西了 Generic Type 范形 雖然跟那個C++ 那個STL的范形還是有些差別 然後 Enumeration 然後就是列舉 然後 AutoBussing Unbussing 這些大家都應該很熟了 我應該不用特別再介紹 然後底下倒數第二個是 New Java Memory Model 如果大家對那個 那個 Voletine 那個關鍵字熟的話 就是 Java的 好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啦 研究一下 然後最後一個是那個 Static Imports 然後這邊也加了很多 那個 Concurrency的 那個utility 所以有了這個 Java 5.0之後 你才有真的就是 嗯 FlySafe 然後又 Performance 又好的 那個集合可以用 List 比如說 Concurrence Concurrence HashMap Copy Write List 這些可以用 因為你早期如果假設 要做那個 FlySafe的話 你只能用 Vector 或是 Htable 或是你用 Synchronize 那個都很慢 但是Concurrence的話 因為它Concurrence 跟 Synchronization 它的結構 它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可以做到FlySafe 然後 Performance又不會太差 然後 Unicode到4.0 然後有J Console可以用 就是我們看那個 看那個 比如說記憶體啊 現在標到多少啊 GC做多少時間啊 有個圖形畫界面可以看 好 然後大家會發現這邊名字又換了喔 反正前面還是J2SE5.0 那現在變成JavaSE6 反正他們就常常在換名字 我也不知道在幹嘛 而且後面換的時候 它後面 後面還是有在換喔 只是前面不動 它後 動後面update的方式喔 所以你知道 就是光弄 他們還有那個 JSR是在說 喔這個版號我要固定下來 我以後改版 我換版號的時候 我要用哪個 哪個pattern我來換 他們有一個這個單子在那邊 好 為什麼他好講好 然後再來 6它的代號是 野馬 然後這裡面就加了這個 呃 加了這個 Rhyno的那個 就是 for那個JavaScript的 這個engine 然後呢 有些很多的improve 所以6的 那個performance 比5好很多 然後加了 加了一些東西 Java compile API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 弄一個 弄一個string 那string裡面就是你的Java檔案的內容 然後你丟到這個compile裡面 它會去幫你build一個class出來 它是在玩這個 所以你可以動態的去compile一些東西 那你compile完之後 如果假設你要再玩的話 你可以再把class load叫出來 再把你compile出來的class 把它塞到class load裡面 你就可以在Java裡面的動態去 用那個class 反正就是可以玩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一般都把它會用到 然後最後一個是JavaIO console 它就是什麼console 你就可以console 就是你在console的輸入輸出 你就可以從它去控制 所以它上面就是 你在讀 它可以讀取你的那個輸入的內容 然後Java7 我會不會講太快啊 好沒關係 Java7的部分它的代號是 Dolphin 海豚 然後它這邊 有個很重要的改變 就是第二個 就是它在bicode裡面加了一個指令 叫做infoque dynamic 有了它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 對動態語言的支援 所以包括什麼 Jeruby啊 或是什麼的 它們就會有原生的支援可以用 然後compress64bit的pointer 它主要是縮小你那個 64bitreference的那個長度 所以你會比較省那個記憶體 比較那個效能 就會比較省空間 那底下那個project calling 就是小硬幣專案 那小硬幣專案其實 它裡面有很多的內容 但是Java7它只有做一部分 它沒有全做 因為有些就是覺得 可能就是它要延後 或是有些有疑問 所以它把它pending到後面去 那這邊大家都知道啊 比如說就是第一個就是 這個你switch裡面可以用streen了 終於可以用streen了 而且它們用的方法就是 其實很簡單 就是去比對那個streen的hashcode 那你streen intern完之後 你的hashcode一定都會一樣 那早知道你用這個方法 那你可以其實可以更早的時候就做 不知道在想什麼 所以本來switch你可能只能加什麼 byte,indigi,short,long 然後還有in-down 現在也可以多了streen 然後try with resources 這個try with resources 就是你可以有那個 autocloseable的那個interface 只要有它的話 你就可以try 後面括號 然後把它new出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在try的裡面用 然後它最後 它會幫你cash 然後最後final final裡的時候會幫你close掉 那這東西大家也在罵 為什麼我在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一定要只能在那個try的那個 括號裡面把它new出來 我不能先new出來嗎 不行,抱歉,不行 不知道它想什麼 但是後面有個版本 它又把它修掉 它說你可以先new出來 然後try的時候 你再把它括號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你new的那個動作 不用在括號裡面做 你可以在外面做 嗯,好吧 那你為什麼不一直做到位 唉 你知道有時候寫java就很累 就是 好 然後呢那個 type inference for generic dynamic 就是那個diamond的operator 然後這個diamond operator 在後面的版本又有修正 就是又在可以 又可以在其他地方也用diamond 然後 好 你都在 好 我不能講髒話 然後 然後 binary的integer 就是你可以用二進位的 你宣告數字的時候 可以 後面的那個數字可以用二進位的 0 1 0 0 0 然後呢 再來你可以用 底線在數字裡面 然後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那個 宣告數字的時候 把它弄得很像表情符號 沒有0 底線0 底線什麼亂七八糟的 然後cache 然後 這個cache就是你可以在那個 你可以那個 error handling的時候 你可以一次cache好多個 用那個 那個 那個 那一槓把它分開來 然後 Java 7裡面還有就是 有新增了一些 那個 那個concurrency的 然後呢 有個新的那個file 那file很好用 就是你可以files 然後就可以去 對那個 還有file assistance 然後paths 你就可以去對那些 操作 對那個作業系統做存取 比以前的那個 那個 單純一個file好用多了 然後再來就是 加強安全性的部分 那個是橢圓曲線加密學的那個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新的 那個 網路的protocol ,stcp sdp 然後呢 多了這個fork join的framework 那大概fork join好像 大家有時候不一定會 常用或是不知道用在哪邊 其實如果假設你後面的那個 那個 集合 你再點stream 然後點parallel的時候 然後再點你要map要幹嘛的時候 他就會跑去那邊 他會有個那個 那個fork join的common pool 他就會去那邊 執行你的那個stream 那個parallel的那個 那個東西 然後unicode到6.0了 然後這時候 G1CG出來了 他其實在 Java 6的時候就有 那是沒有開 然後 反正Java 7是正式 就是他現身 然後覺得dbc4.1 Java 8 Java 8 Java 8的話就是大家都知道 Lambda 然後Java 8離Java 7 就隔了大概兩年半 然後在這之後就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都是在等那個modular的那個功能 所以他就 反正到7要做 後來好不好 8做 後來變右 變9在做 然後這邊就是多了 大家那個 開始很痛苦 就是把那個functional弄進來 然後大家想說我 物件導向寫得好好的 我要寫functional 我就去寫scala 或許去Python就好了 那有些人就說不行 我覺得我只要寫Java 我也想要有functional功能 然後反正就是大招之後都妥協了嘛 就是蛋打把它放進來 但是還是有些缺陷 就是其實Java裡面加了function的那個語言 也不是真的純function 就好像Java本身也不是純物件導向 對吧 因為它還是有 好算了 總而言之呢 你後面就可以用functional的interface 然後你的interface裡面可以加 那個default method 所以以前大家考試去面試的時候都問說 請問interface跟object class 之間有什麼差別 就說interface裡面沒有實作 這個答案現在已經錯了 對吧 它可以有實作 而且後面它還有private method可以用 所以你說 interface裡面的 method 它只能是public abstract 這句話再也不對了 就是好吧 可以 好 反正我前面都吃那麼多苦了 String可以用 然後Nation就是新的那個JavaScript的run time 但它死亦又被拿掉了 好 反正就是他們都活很短 你就覺得在Java世界裡面真的很辛苦 然後還有datetime 就是從那個Jota那個套件學過來的datetime 所以你會有local datetime 然後zoom的datetime 然後把那些搞死 就是 學了一堆之後你就覺得已經頭昏眼花了 然後你就說好那我直接去那個stakeoverflow找 然後呢 notation on java types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它是什麼 就是 這個不是說你在class前面可以加notation 這本來就有了 它這個是說你的class或是interface 出現的地方 它都可以加再加這個上去 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今天宣告一個list arraylist 然後 腳括號 腳括號裡面string 這個string的前面可以加notation 所以你在那裡面可以加什麼 或是比如說 呃 反正很多地方可以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一次做到位 然後 再來unicall gdbc 這個不重要 好 我們已經講了半小時 我們終於要進到90.11了 現在終於90.11了 我們繼續看Java可以帶給我們什麼 歡樂、淚水 Java9 因為我剛剛看到很多人已經開始用Java8了 那 欸 等等我看一下 呃 好 很多人已經開始用Java8了 那Java9可能大家也比較不熟一點 那我們這邊來 那個快速go through一遍 第二個就是那個 萬二的元首就是那個 Module 就很多人還在停在Java8 不願意 那個 改到Java9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 那個套件部 就是 你要做那些Module很麻煩 而且 你知道它是2017年出的 上一個 Java8是2014年 它隔了三年多 它其實隔了四年 四年半 所以隔了四年半 所以隔了四年半 都是30個東西出來 其實 其實它要做的事情跟那個OSGI 是蠻像的 那OSGI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或是有聽過 好 那其實它做這個應該 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 好 再來第三個就是 有個Geshell可以用了 第二個就是 REPL Read Evaluate 然後Print Loop 它就是你 它就是讀你輸入的東西 然後 計算完之後 印出來給你 然後再繼續等你輸入 它就是一個迴圈 那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很早就有 Python就有這個東西 Skala也很早就有這個東西 整整玩家 不知道幾個 就是 大家會覺得Java好像是老人用的 就是 就是不夠炫 然後所以 現在在講台上的鬥金 然後 對不起 我很老了 然後再來就是 不重要 嗯 Concurrency Update 就是有些 有些Concurrency Currency Sorry 它是貨幣的部分 Currency的Update 就是錢跟貨幣的部分 然後再來 HTEP2 Client 這個是 就是我們以前都還要 去那個Apache 下載那個 HTEP Client來用 而且 那個Apache它後面改版之後 前面 後面兩版的Package 那就不一樣了 用法也不一樣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現在我們有個東西可以用了 我們後面會來用它一下 然後再來 UTF-8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Property 終於可以用UTF-8 也就是說 你現在 繁體中文的那個Property 你就直接寫繁體中文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轉那邊 導結線U了 這已經是2017年了耶 大家想想 20年了 Java20年了 然後你直接說 好我終於支援UTF-8 再Property File 你就會想說 就是叫他們出來面對 你知道嗎 就是 我不知道 因為你底下都已經有 Unicode都已經很Follow到7 已經到8了 然後你跟我講 好 好吧 因為那時候最麻煩的是 你還要有特別的Tool 然後我這邊打完之後 然後另外一邊 自動幫我轉成導結線U 或者說我要自己用那個 那我今天 我假設我要做100多個Locker怎麼辦 搞死 再來 還有就是那個 convenient的FactoryMethod 就是你後面可以List.off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List出來 List.off 然後後面括號123 你就可以做個Integer 然後它是immutable的List出來 然後 G1在這時候變成Default了 因為之前都只是 含在裡面 含在JVN裡面 但是你要自己檢查差距指定Use G1GC 現在它是Default 那個DefaultGC 然後再來就是 帶領Java起飛的那個東西 要被Depricate掉了 因為Java那時候起飛就是 因為它可以用Apply的 在網頁上面有很炫的效果 那個時候幾乎是沒有敵手 因為Flash還不紅 然後它跟Nescape合作 跟Nescape的那個Navigator合作 然後做那個東西出來 有個框框裡面 你可以看到有個東西在動 然後你出入什麼 它會有反應點 你可以玩遊戲 所以Java從那時候紅 然後那時候Flash還在後面追 然後現在終於 你知道時代的眼淚 它就是 要被幹掉 然後Ahead of Time的Completed 它是 它這邊很有趣 這個 大家可能不熟 但是 它其實是跟今天早上 第一個演講有關 今天 這個 國澳的那個 那個Java 那個Ahead of Time 它其實是說 我的那個BiCo 我可以先預先 我的點Class 或是點Java 我可以先預先把它編輯成 本機上面的機器碼 所以我以後Java在執行的時候 我就直接Low這個機器碼 然後在Linit上面 它可能是點SO 那在那個 Windows上面可能是點DLO 或是點其他的 那它用什麼來編 它用國有JVN來編 所以它有個指令 我先跳一下 欸我現在什麼都沒了 完蛋了 欸它又回來了 好我覺得 我還是不要跳出去好了 本來想給大家看個demo 讓大家心情輕鬆一點 不要那麼沉重 而且又看到那麼多 就是東西 好然後Java Level的 那個 Compile Interface JVN 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其實也是跟那個 好先跳過好了 我忘了 好我很誠實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畫面 所以我們看到VIRGIN 我現在VIRGIN已經是11了 然後那個點JSHOW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 可以就是 可以直接秀 然後可以看到我這邊 這個底下的導斜線U 這是UNICORE7跟UNICORE8的東西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有五個圖案 第一個就是一個Nerd 它的 那個圖案的意思就是一個Nerd 就是一個書呆子 然後一個什麼 獅子的臉啊 然後一個 一個就是眼睛是錢 然後嘴巴吐鈔票的 然後一個Rock的手勢 跟一個 獨角獸 總而言之這是UNICORE7跟UNICORE8的圖示 所以代表Java已經支援這個東西了 然後底下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要說它的那個 GC 以及是G1GC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去從那個 Manage Factor 去Get Garbage Collection MX bin的時候 然後去把它印出來 印它的那個 把它印出來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 最下面的兩行 它這邊有個G1GC 在這裡 G1 G1 它就是說 那個 從久以後 它已經就是用G1GC了 然後這是在那個 interface裡面 你可以用private method 這是 主要是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這邊有加新的 我們看到說那個 那個 concurrency有加新的東西 它就是加這個 drop width 就是你可以 我要把一些東西丟掉 如果假設它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有個list hi hello world everyone 那我這個drop width就是 如果假設這個 字裡面有包含h這個字的話 我就把它丟掉 直到沒有h之後 我才拿剩下全部的東西 這個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它有另外一個反向 叫做take width 好 Java 10 怎麼辦 Java 10很硬 好 因為後面的幾個版本 跟語法的變更 或是API變更 比較小 它大部分都是底層的東西 它大部分都是底層的東西 local variable type influence 就是 就是你那個 我們那個宣告 local variable的時候 可以用var 就是這樣 var 怎麼 然後等於一個 arraylist 然後 parall of gc for g1 以前的那個g1gc 它在做full gc的時候 是single thread的 就是有單線 所以效能不好 那這個版本 開始把它改成平行去處理 所以在做full gc的時候 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但是我們後面會看到有其他gc 然後再來這個application class data sharing 這個東西是跟康康的那個 那個ahead of time有關係 它也就是說 我在 我在跑的時候 有一些熱點 我可以把它編起來 放到memory 或是放到那個 記憶體的那個share的部分 放share的部分 這是在之前就已經有的 所以它放share的部分之後 其他的jvm 它去share就可以拿到 一樣的這個機器碼 它就可以直接用 所以會加快效能 這個blication是說 我把它 我把這個 不放到share memory 我可以把它存到硬碟裡面去 所以其他人可以去讀這個硬碟 甚至是遠端的地方 來讀這個硬碟上面之類 把這個機器碼讀回去之後 加快它的速度 是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wg clash interface 就是說 gc的介面 就是它有一個公開的介面出來了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實作gc 所以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自己的gc 然後 再來一個是 route sertificate 就是說 java9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你現在的那個 匯證 匯路的匯證 的那個route 就是整個 整個food chain可以看得到 但是問題是java9它沒有帶任何的 它沒有 加任何的route的那個 憑證 跟憑證在裡面 你要自己匯路做 你才可以看得到 要不然你一開始看的話 它是沒有東西的 java10裡面把這一些 比較常用的 比較常見的 oroco已經跟他們簽過的 把它放到 那個java10裡面 所以 很多的跟憑證 你可以直接就看到 你就不用自己匯路 但是它不是全面的 因為它要跟oroco去簽 他們要簽約 所以不是說每一家都有 我記得好像 那個ve開頭那家好像沒有 可是他們好像是最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就是 最後一個 jep317的 實驗性的java-based jit compiler 這個就是 今天早上的 那個gall jvm 它是實驗性的 好 那我這邊是 我這邊是 這就是新的那個 你前面加個var 然後基本上 你就可以 你就不用懸掛其他東西 那你後面 它就會自動看你後面的 那個型態是什麼 它就自己去 升出來 那可以看到第一行裡面 那個 Arelist裡面還加一個Stream 但是到中間的時候 那個Arelist中間是空的 它已經是Diamond了 Diamond的那個operator 但是它也是持 它就是object 所以 你那個前面的 這個中間的list的話 它就是一個 object的arraylist 然後這個 它的用法也有 也有局限 它就是它只能用在 呃 局部的變數 然後或是用在for回圈裡面 for each loop裡面 然後你不能把它 放到 放到那個 建構值裡面 你的建構值裡面 你說我選一個public 一個test的建構值 括號var 那是不行的 然後放到method的那裡面 傳入值也是不行的 傳回值也是不行的 所以它是有限制的 因為它不知道怎麼去做這個型態的推定 但是它後面又可以 就是再多了一個其他地方可以用 然後這個就是fugc 就是那個 就是平行的 針對於g1gc的部分 那它這邊主要就是在做fugc 因為以前是那個 我們說 mark sweep compact 這個gc的過程 以前都是用singlethray 所以很慢 所以它後面就是 mark sweep compact的時候 它都用平行去處理 所以你就可以加快你的速度 忘了說 如果假設你要真的用的話 最後一個地方的 第二行 有個-xx-paralll-gc-threats 就可以用它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過了 就是 就是 你要把它存到硬碟裡面 去做share的時候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groud的jvm 它因為已經有個compile 看到那個compile interface 就是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後面那兩行 就是 luck experimental jvm option 然後 use那個jvm compiler 這個 jvm 我覺得我好像還要很久耶 怎麼辦 你們會餓嗎 好 剩下其實還好 因為硬的都快講完了 第一個就是新的gc 但是它什麼事都不做 它也不會幫你gc 就是等你記憶體爆掉 那你說為什麼它這個東西 它是對照族啦 你如果自己寫gc 你怎麼知道你的效能好不好 那你剛剛跟對照族比 你寫的gc 你跟g1gc比 就是 對不對 不要一次就挑戰 不要第一次就挑戰那個掃地聲嘛 先 先挑比較弱的 就是它什麼事都不做的 那個gc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zgc 就是下一代的gc 然後它的效能會比g1gc再好 因為它是可以調整的low latency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不重要 那個HTTP的client 在11版的時候終於standard了 所以終於有個完整的client可以用了 之前的都還是加一點加一點加一點 然後現在是有完整的可以用 然後再來我們直接看下一個 這邊的話很多都是跟底層有關 像比如說第二個 Flight Recorder就是黑盒子 飛行紀錄器的黑盒子 Flight Recorder 它就是會記得你在跑的時候 各個資料各個資料 你可以用它來做profiling 然後來做一些檢測 一些檢測 unicode11 然後我們直接來看底下有一些 像這個的話就是new API new API的話就是自傳已經支援 is blank is empathy 然後strip 就是把兩段的空白去掉 然後去頭的空白去尾巴空白 或是repeat幾次 然後是說我可以算航數 好這個已經很久之前 我們大概都已經用那個Spring的 或是已經用那個Apache的 然後你就會叫我現在改 你為什麼不早點出呢 對不對 就是我有時候 大家都是工程師 有時候你會搞不清楚 對方的邏輯就是 好 再來就是 那個VAR VAR後面可以出現在那個爛打裡面 好 但是它下一個可以出現的地方 然後之後它會再出現其他地方不知道 所以它可以出現在那個爛打裡面了 然後http client 這邊已經有一個 直接有個例子 這邊http 它就直接 new一個request出來 然後是連到google 然後它是用gate build出來之後呢 你new一個client new一個client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把這client send request 然後後面說 就是那個body handle的部分 總之一行兩行三行 然後呢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 那個response 然後我是把長度印出來 我沒有把全部印出來 因為很多 因為連google 然後你也可以非同步的async async的話 你後面可以加點apply apply說我要把body寫進去 你後面還可以再繼續加 比如說可以做其他各式各樣的事情 然後我一樣把長度印出來 所以你這樣子就已經做完一個http client 比以前簡單多了 對吧 沒有 它async它這邊是not complete 它還沒完成 所以我等了一陣子之後 我再打這個 我是等了一陣子之後再輸入 我有wait 人工wait 要不然馬上就沒有東西啊 然後這個就是 你後面以後java hollow.java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java c了 這個不是應該早就要出來了嗎 然後zgc跟g1gc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gc的暫停時間 直的是暫停時間 g1的 它變parall之後好一點 zgc其實好很多 那你說zgc是什麼 那個大家有興趣去google 或是那個stave overflow 我們時間太滿了 沒得講 好終於 終於又展望了 展望很簡單 它只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是 那個switch expression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raw stream 這個 第三個比較不太重要 它是比較jvm層的 它是說這個架構 它同一個架構有兩個版本 它們只要留一個版本就好 然後這樣子是一個tiki 然後default cds 我應該會記得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那個 剛剛我們討論到的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by code 就是把變記器碼 然後share的 這是針對它的加強版 然後呢 這邊一個例子 switch 就是以後的switch有沒有 我也不要寫那一堆 然後三個case 然後monday friday sunday 然後什麼等於6 不要 我直接int 然後我的num letters 我的switch 括號 day 我就這邊 就自動做完了 那如果假設你要的話 你可以 你擔心沒有選完的話 或是 你比如說你今天沒有winstay的話 你就一個default 然後一樣箭頭 是一個數字 這樣有清爽嗎 各位 再來這個是大家很久之前 就想要的功能了 你有個導引號 我就隨便弄 隨便弄完之後 你這邊還可以點align 請他幫你對齊 然後請他幫你縮牌 and that's see 我們Java快25年了吧 對 對 那個前面他會留著 對 對 這個 沒有 這個還不知道 因為這個還不是實作 這是建議 所以他還沒有實作 對 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 辛苦了 謝謝 謝謝休閩 謝謝